大家有讀到第二篇的部分吗 那我们这次的毕业商业相调的交通 我们进入的书号是神的需要与神的目标 我觉得在我们要毕业前夕 在座可能是大三或是大四以上 即将要毕业的丢姊妹 在我们要毕业的前夕可有许多的同学啊朋友啊 他们会自己的前途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目标做打算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进入这边书报非常的好 然后看见神在这边有一个需要 毕业神有一个目标 在我们的毕业后 我们跟外面世人没有得救的人 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确要顾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但是套套我们在进入这样的书报里面 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神的需要 今天我们不只要顾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而已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到天上 能够看见神的需要 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翻到我们信息的第一篇 第一篇第一段有个经节 是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七节 我们可以用来宣读一次 请来吧 样样都起被疗 在这边问莫浊 你第二篇在这边讲到说 请来吧 样样都起被疗 这边更深入的提到两个字 刚刚我们在信息里面 其实有读到第一个字是来 这个我们可以把来圈起来 第二个字是了 我们把了圈起来 这个了指的是我们与神的这一面 今天神已经预备好了 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了 是神他已经完成了一件事 他完成了什么事呢 他被金石复活升天 并成为这赤生命的灵 现在就等着我们来接受他 所以这是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一方面 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来 在这个经节中 来跟了哪一个比较重要 事实上是来也要重要 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今天神就在我们里面 跟着我们去接受他 享受他一切的丰富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 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 神的需要是什么 神的需要就是 要我们来 跟神不需要外面的其他事物 我们毕业后 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 今天神需要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毕业之后 有许多的打算 也许是参加训练 也许是升学 也许是工作 在各方面的时候 都有可能 因着外在的情形 能够 把我们脱离对主的享受 慢慢得出我们 偏离了聚会 偏离了 照会的弟兄姊妹 这边 我们必须要看见 神有一个需要 神需要我们 这边我想 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一同来读 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路加福音的十四章 从第十六节 我们开始读到 第二十四节 这边就讲到 这一段 这个主人呢 请多人 来他的 这个 演习里面 复演习的这一段 我读了之后觉得 很享受 并且也很受提醒 好 兄姊妹 我们翻到的话 我们可以 轮流第六一节 姊妹一节 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读 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 那就请 第六先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筵席 请了许多人 当有作息的时候 赶巴鲁无需对这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要量都起备了 众人一次堆时 头一个对他说 我买了一块劲 必须先看看 请你存我持疗 我们 那个说 我还有不对 要去试一试 请你存我持疗 还有一个说 我才需要心 所以不能去 我们 那奴仆回来 把这些事都报告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跟奴仆说 快速将好 成立大街小巷 带那英雄的 才会得到这里来 奴仆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半了 还有后位 那奴仆说 你出去 要到 上海和里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好丢前面 我们就先 读到这边 在这个经节 我们可以看见 今天 有一个 演习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我们从 第十八节 到 第二十节 这边 我们看见 这个 有许多人 有各样的推迟 第一个人 推迟说 他买一块地 他要去看看 第二个人说 我买了五退牛 我们要去试一试 还有一个人说 我取了七 所以不能去 你们觉得 有没有像我们在 邀约福音朋友啊 小羊来聚会 什么光景 今天我 公开没有写完 不能到 今天同学有约 我不能去 今天有许多的事情 当务我们 所以不能来到 这样的聚会里面 最常是我们 邀约福音朋友 所会发生的光景 但这件事呢 其实 在我们身上 也很容易发生 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邀约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 真的不能来吗 今天这个 演习已经预备好了 今天主需要的是什么 主需要的是 要我们来 在 这边我有个负担 是 佣子妹我们 之后出社会之后 会面临的 许多工作的压榨 还有许多人情的事故 都会影响我们 对 造会生活的享受 这时候 希望佣子妹可以 读读这样的经节 今天主的心意是 要我们来 阿们 祂不要我们做什么 祂叫我们来 赴祂的言行 阿们 在这言行上 我们只要 享受这位主 阿们 所以这样我们 之后在职阿 或是训练 或是升学 各样的环境 在压照我们的时候 丢子妹们 我们要有个看见 阿们 神需要我们 阿们 需要我们前来 阿们 当我们 有软弱的时候 下沉的时候 丢子妹 找我们去聚会 我们要不要去 阿们 我们要说 我们要去 阿们 因为神已经 呼召我们来 阿们 所以我第一个 负担 帮我们丢子妹 其实在 毕业之后 真的会 发生许多 我们无法想像的事情 担助我们 享受主 家人 工作 各样的情形 但是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今天神有一个需要 阿们 在牧养人的时候 也是要看见 我们不只会 顾到人的需要 阿们 今天人会软弱 人会下沉 但是我们要看见 神有一个需要 阿们 神需要得着一般的人 阿们 所以我们才会 去牧养他们 才邀约他们 聚会 阿们 所以我们在 要毕业 我们在校园中 我们在 照会生活里面 今天主需要我们 前来 阿们 主需要我们 来到 祂的面前 来到祂的言行 一同的享受祂 阿们 所以不管 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 来到 照会的聚集里面 来到 弟兄姊妹中间 叫我们能够 不断享受主的聚集 阿们 在这边我分享一个经历 叫我 大二得救后 大三住行丢吃家 那时候 因为一些原因 可能有时候会 不常常 不一定会 留在高雄 周末有时候会回家 在我回家的时候 其实 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没有服事者 跟我说 你回家要聚会 但是 但是 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又觉得 禮拜六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个感觉 今天 主需要我来 赴他的言行 所以在 周日的时候 我就自己找 哪一个会所 离我家比较近 我就自己过去聚会 今天我们在 任何环境 遇到什么变动 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聚会的地点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到 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地方 那我们要如何 我们要来 我们要到 主的言行 我们够与 当地的中子没有交通 也许我们不一定认识 那里的人 但是 那边有主的言行 就要我们 一同的前来 在 并且这人来呢 也包含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奉献 我们来 是不是叫奉献 这人来呢 连于我们的奉献 我们也许在照会中 很怕一些服事 很怕一些的情形 那天 主叫我们前来 陪到他的聚集里面 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言行 在路加福音 十八 在十五章的部分 有 让子 回家的故事 那时候 父亲 预备了 上好的肥牛肚 为他披上袍子 为他戴上戒指 这个时候 他所得着的是丰富的 所以我们在各地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各个照会 回到各个地方 不管是你的家乡 或是你未来路透的地方 我们要积极的寻求主 能够来到主面前 便将自己奉献给主 什么要奉献给主呢 其实最好的路 就是主动的寻找服事 因为当我们来到一个会所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不认识爱的人的时候 什么东西 能够托住我们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你的服事 像我们在照会生活中 我们有许多的人可以牧养 能够有许多的聚会 便于这些聚会里面 也有许多的服事 这些服事其实托住我们 让我们能够前来这样的会所 能够一同的享受主 在这边就是大山大师的弟兄姊妹 我帮你们在这边能够寻求 你们在要毕业的时候 没有什么东西是 要奉献给主的 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将自己摆上给主 尤其是大师以上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将自己给主的时候 我们到了当地 就能够完全将自己交出来 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 奉献我们要牧养人 奉献我们要传福音 甚至到当地的时候 那边有七少爷的服事 有大川的服事 有儿童的服事 我们可以到当地 跟兄姊妹说 我愿意配搭这样的服事 兄姊妹我们说 要有这样的奉献 这样的奉献 能够把我们摆在照会生活里面 当我们来的时候 就能够享受主的言行 今天主不需要我们 任何时候都很刚强 其实没有人 任何时候都是很刚强 我们只要 来付主的言行 来享受主 祂做我们一切的供应 所以我们摸着 在这边 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七节 醒来吧 样样都备齐了 给我姊妹 主已经备齐了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过了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 就不断享受主的动力 也许我们觉得 我们很软弱 但是 当我们来到聚集的时候 事实上主就借着身体 就各样的服事 把我们托住 所以他们就用姊妹 今天我们 要看见的 不只是人的需要 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 在外面 多同才呢 在追求许多事物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 今天神的需要是什么 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里 享受神 到各个教会 不管是工作原因 或是各样征学的原因 都能够 将我们摆在那里 将自己 完全的奉献给主 把我们丁面 都有这样子的奉献 来到主面前 将自己交托给主 享受主的言习 好 丁面我们可以 聊聊有祷告 然后我们可以 有十分钟的时间 丁面可以在我的 右手边 丁面就在钢琴厕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点 大家可以轮流的分享这样 每天有点祷告 好 祝福 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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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字面 我们可以大一点分享 丟在我的右手边 纸面在我的左手边 宝贝 我们要做一个来的人 实际上光照自己是软弱 实际上我就不想要去聚会 但是感谢所有同伴 同伴拖着我去聚会 并且告诉我说 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更需要来到这个聚集中 所以能够更多的享受主的演习 是的 在这里主的演习已经预备好了 在那里有要求到许多的人来 而他们用着有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有牛 等等各样金钱的事物 就把他们挤住了 今天主的演习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来看见主的需要 成为这样一个来的人 常常观众我们是需要去到这个演习里面 先来这些信息给我们看见我们 乃至神需要的参加这个演习 我们来到这个演习里面来享受 神经会我们预备好的演习 那神经会预备好的哟 我们再这样来 来到这个演习里面 我们才能享受到神的演习 祝您好多的演习 祝您好多的演习 我们才能够帮我们 我们才能够帮我们不作为 成为一个演习 我們可以對著我們播主的,或我們剛剛讀的哪一段,覺得有享受的都可以分享 我們要去試一次,先要做某種資料 就是我們常常不應有可能因為一些的事情,然後就都不來了 那我們何嘗不是也是這樣,當我們一軟落的時候,就不太想要來聚會 那我們何嘗不是也是這樣,當我們一軟落的時候,就不太想要來聚會 那我本模組他這裡面講到的一句話 那我本模組他這裡面講到的一句話 或者是這個,我極其喜歡高的軟落,好叫基督的能力來護屁 就是我們時常要軟落,但是我們需要看見神的需要 來到神的言行 神的需要,大過人的需要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看見的話,我們的生活就會有一個轉 在信息裡面說到,路加福一十五章裡的一個浪子 以及這個父親 那我最摸走的是,這個在二十二節那裡說到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 所以看見這個父親,他已經預備好那上好的袍子 甚至那些仆人也知道,那件袍子就是要給他的小兒子 所以當這個父親一說,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的時候 就蠻摸著我,這是主已經預備好了 所以我們需要來到主這邊來享受祂為我們預備好的一切 阿尼 然後剛剛在夜行中很被提醒 妳覺得我們會一直想到我們自己有什麼需要 再繼續想到神的需要是什麼 我就讓我自己想到有一次放假回到假的時候 就跟同然約出来 有一段長時間的交通和禱告 我們兩個就是交通關於將來訓練 跟瞬�的 الذي依奉的一些 一些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心愿 然后在这样子的招呼里面 他就说他就分享他的 他的难处跟我的难处 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所说的话 但是当我们越交通越交通就觉得 许多时候我们都在看到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但极少有人顾到神的需要 然后也在这样子的就是家人 或者是旁边身旁朋友的 这样的话语里面就想到 诶就是我们都只顾到我们的需要 那主自己呢 对然后就因为刚好那段时间追求到撒普尔记 然后就看到这个神在那个时代 需要借一个人来转移时代 然后就看见我们是不是一个 这个愿意把自己交出来的人呢 然后所以当那个时候交通的时候就觉得 顾到神的需要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当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都只顾到人的需要 所有的人就只顾到人的需要 但是却没有人也极少数的人顾到神的需要 所以今天读到这篇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被提醒 我们需要先来顾到神的需要 而且神的需要是比人的需要更大的 所以圆祖更多的这样的信息提醒我们 我们要顾到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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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地方预备好了 然后该有的服事也预备好了 我就觉得主真的是很 他只愿意我们简单的来到他的面前 然后就为我们预备好一切 阿们 无论之后到哪里都要做一个简单来到主 他不用我们带着什么到他的面前 因为小儿子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落魄的光景 但是父亲看到他就是喜乐的拿出那上好的袍子给他 宝贝我们不用装备好 不用就是像这个 就是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想在这个演习里面 享受他所给我们的 这个演习禁欲会最好聊 我们就只管来接受 大家看对说他演习他只怕没有人来 那并不是我们 我们都会怕我们自己可能时间不够 或软弱更不散 但他只怕没有人来 神也看见说 这实在是要看见神的需要 大多于我们人的需要 对神能到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 只要看见神的需要 阿们 我觉得这边心里非常地翻转我的观念 我们以往对神的需要的认识 就停留在神有一个计划 需要人的配合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已经蛮豪漫的了 但事实上 并不是 并不是完全只是 神有一个需要 需要人 神有一个计划需要人的配合 但是 神有一些的佛父 所以有许多的佛父 需要人来接受并享受 就在宝贝那个比喻 其实并不是小儿子需要陶子 是陶子已经预备好了 但需要小儿子 回来穿上他 那我们若是真的有看见 这样看见主的佛父 我们何尝不会来呢 我们若是看见耶稣都有去预备好 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的需要 就是神的需要 其实我们的需要就是 引出神的需要 那我们真的为了自己的需要 来的时候 神的需要也得足满足了 然后我们觉得 软弱的时候 需要神的能力 其实基督的能力 等着要务必我们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 退后了需要 需要往前 需要快跑跟随主 事实上是主的美丽在那里 等着我们 等着吸引我们 使我们快跑跟随他 所以神的需要 不是有一堆事情要我们做 神的需要 神的需要是他和佛父 要我们来享受 神的需要